多彩机身更短的刘海 苹果15号发表最新iPhone13 除了晶片电池续航力升级 最有感的莫过于镜头 夜排更加清晰 还熟度倒入电影集录影模式 自动创造细腻的景深 随时变换人像焦点 号称可以拍好莱坞籍的电影 但还是被市场跟对手酸 心机没有亮点 全球国份用行动打脸 以台湾而言 官网开放预购不到五天 大部分机型都至少要等上一个月 才能拿到 在安卓阵营步步禁逼下 依旧拔得头筹 如果市场率越来越低 可能只有三十几% 拜托它只有一家厂商 一年初一次机型 市场率有三十% 这东西也是顶天逆天的高 其他厂商你可能三星 是几十款手机去叠这样的销售量 不只手机热销 今年大改款的iPad mini 拥有八点三寸超大萤幕 采用A5晶片 GPU性能大幅提升80% 台湾并没有在首播发售名单中 国外预购已经要等超过一个月 苹果手机平板夯 也暢望台场供应链 我觉得需求是有的 那这个需求可能比原来想象的要大 鸿海董事长刘洋卫 非常看好新品发售 旗下富士康几招二十万人 不惜寄出高额奖金 最高每人约新台币五点五一万元 只判能赶上出货 三圈苏运官方想 他倒